歡迎收看中佬TV 現場報道一則 馬會投注戶口入錢新方法 眾所周知 疫情下 很多馬會投注訣 已經全部關系 世界滿日的 除了轉數塊之外 還有什麼方法 可以入錢到馬會賬戶 中佬想到 用矯肥靈 一樣可以入錢入馬會 因為說真的 不是每位師兄都會用轉數塊 這些網上搞來搞去的程式 比較麻煩 PPS 矯肥靈相對性 比較容易搞定 首先要找PPS 矯肥靈 這些暫點在哪裏有 我Google搜尋了 如圖顯示 進來之後 會看到很多個PPS的熱點 大家要找自己家附近 有哪裏是適合的 因為很多PPS機 在家便利店已經每次都有 中佬 手把手教大家 如何透過PPS 申請帳戶 以及入數給碼會 大家走進去自己家附近的家便又如何 就實塵一部像Gray原機那樣的PPS機 綠色的 SURPRISE 看見之後 大家記得插入齊款卡 我用匯豐卡 螢光幕顯示 資料獨取中 然後他把卡拉出來 螢光幕顯示了你的帳戶 同銀行號號碼 然後輸入 提款加密碼 如果大家好像我一樣 申請的話 就要 建立戶口 點一下 以確定 然後輸入香港的手機號碼 按你香港有效的手機號碼 用途是接收一次 有效密碼 它就要再進入一次電話號碼 好了 進入這個版面 設定一個五位數字的密碼 就是GVNG這個密碼 再次輸入都是那五位數字密碼 完成之後 就跳入另一個版面 這個就是GVNG的網上密碼 是8位 方便你是網上用途 大家要分清楚 它也叫你輸入多次 PBS的網上密碼 8位 確定之後 就是這麼簡單 搞定了 它就會有一張reset 送給你 就是這麼簡單 你的GVNG戶口就這樣建立了 至於號碼 就印在張單上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記得保存好了 好了 搞定PBSGVNG戶口之後 我繼續回家 網上GVNG試一試 登入GVNG戶口 登入版面 就是你拿著那張單的號碼 前進去 大家看到 繳廢零網上密碼 就是剛才所說的8位數字 然後按登入 登入之後 因為我第一次搞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就會登入賬單 就是申請一個馬會的賬戶 賬單 商戶編號 馬會的話 就填88 或者 直接在旁邊就打 香港馬會都可以的 香港賬戶 大家看到了 商戶名稱是香港賬戶 好 點進去之後 就是進入你平常用的 馬會投注賬戶 下面那個不需要搞 直接確定 就會有一個一次性的有效文碼 現在就會把手機傳送到你的手機 踢出這部手機 就進入那六位數字 然後就按地交 搞定 這樣 PPS 繳廢零 你的最低下邊就有馬會這個賬戶 直接 按繳款 上網查過一下 很多就說繳廢零最少入三塊水 那我就按五塊 然後按繼續進行 繳款 好了 就是這麼簡單 我的PPS繳廢零 就已經是 過了數給馬會外國投注賬戶 過了數需要時間 排一下就15分鐘左右 不會即時在馬會投注戶口 顯示出來 我自己也不太信 我就試一試 登入馬會的帳戶 看看是即時 還是真的 要遲一點時間才可以有錢過得去 我登入馬會的帳戶 然後填我的頭珠戶口 然後 進入肩膀後 真的只剩9元 等一下我再進來看看 會不會成功過數 用PPS 在清單後 大家看到了 太快又看到了 不要緊 我再點一下大家看看 剛才是9元 大家看到嗎?現在有508元 原來PPS是扣一元手續費的,大家要注意 這就是馬會投注帳戶可以入錢的新方法 就是利用PPS綁定馬會的帳戶 然後在馬會投注戶口裡有錢 大家學懂嗎? 如果大家喜歡中樂TV這個頻道,麻煩點讚我們 記得訂閱我們,謝謝,下次見